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香蕉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个10-20的session 那就如同我上一集中所提到的那样 今天这场排局就不是所谓的疯狂场了 而是就姑且称之为优雅场吧 所以我这一场一开始的买入是2000 那就让我们赶紧一起来看一下这场排局 都有哪些精彩的手牌分享吧 今天的第一手牌 感觉大家都是上来试手气的 首先是COLIMP 专卫玩家加注挤压到100 小芒跟注100 我在大芒用10-10做了一个3-bet squeeze到520 随后CO冷扣520 专卫也跟,小芒也跟 4人3-bet抵持 抵持也是直接来到了2080 而这把牌也是我们当时开局的第一把牌 每个人的骑士买入也都是2000 所以每个在抵持中的人的剩余后手 也都是一模一样的1480 然后翻牌是来了圈95两个黑桃 我是四个人中第二个行动的 小芒过牌后呢 我也不敢进去妄动 也只能选择过牌 随后CO和装卫玩家也都选择了过牌 我们很幸运的免费看到了转牌 而转牌竟然是一张方片石 这个时候牌面也是形成了双画面 可以说是潮湿无比 小芒再次过牌后 给我们的选项自然就是推出我们剩余的1480 在我们推出应后其他三个玩家是都选择了气牌 今天开始的第一把牌就赢下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底池 那就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好运能否延续吧 今天的第二把是一把罗比牌 我骑手草花钩红桃4是最最正宗的罗比牌 虽然说自从罗比事件发生后 大家都会把勾四杂色统称为罗比牌 但是如果游戏所有的勾四杂色组合的话 那显然是太烧钱了 那我的话呢 偶尔会选择用这把正宗的罗比牌进行一次烧钱运动 这把牌之前的行动是楼杰克开持60 Hijack跟注 庄位跟注 我在大忙位选择做了一个随败的挤压到360 随后只有Hijack继续跟注 单挑 翻牌是来了K9勾全部黑桃 还算是一个对我们随败的范围比较友好的牌面了 毕竟我们还阻挡了一张勾 但是考虑到是全色面 我选择持续下注超小注200 这边要注意Hijack此时后手大概在还剩1500左右 我计划转牌 如果出一些非黑桃的小牌 就正好在转牌可以推一个底持比1比1的全压 在我下注200之后 Hijack选择跟注 随后转牌虽然是小牌5 可是是一张黑桃5 那没办法 我只能选择过牌 在我过牌后 Hijack是推出了他剩余的1300的筹码 哎 我只能说 罗比牌确实是只有罗比能驾驭啊 我们普通人玩这手牌 只有烧钱的份 下次我再也不会玩罗比牌了 不要下掰好吗 那我面对这个all in自然是只能无奈的选择弃牌 第三把牌 我在小芒骑手两张红色的9 面对到庄位的开持 做了一个3bet到340 随后大芒冷跟了340 庄位也跟 三人底持 翻牌是来了789彩虹面 我们击中了一个顶赛 两个对手的后手呢 也差不多都是在2000到3000左右 而此时底持是1000 那过牌加注全压是个不错的选择 同时呢也能保护一下 我们在随意拜的底持 在这种连接面的过牌范围 不过在我选择过牌之后 大芒和专卫玩家也都选择了过牌 然后转牌是一张8 我这里选择下注420尝试建立底持 不过在我下注420之后 两个玩家都选择了气牌 虽然没能拿到价值 但是游戏这样子的奶奶牌 它不香吗 非要去玩什么 勾四砸色 第四把牌 Hijack Limp 20 我在CO用A9不同色 做了一个加注挤压到100 只有大芒跟注 单挑 翻牌是圈99彩虹面 我全范围持续下注60 大芒跟注 然后转牌是一张方片5 带来了后门方片 童话听牌的可能 但是考虑到我们手上是有 方片A的阻挡的 所以是减少了对手的一些 听后门A花的缠打组合 但是同样的由于我们翻牌 是选择了全范围的下小柱 所以我们这里自然也是会有 大量的后门通牌听牌 同时也会包含一些本身的 一些类似像10勾K勾的前门顺子听牌 以及6778这种后门顺子听牌 这样一来价值组合好像有点不够用啊 所以那我们这里这个9X组合呢 自然是属于非常好的价值组合了 更别说我们这里是挂A的9 于是我在转牌下注了一个将近满持300 大芒还是选择了跟注 最后盒牌是一张黑桃A 所有的顺子听牌 以及不是听A花的铜花听牌 通通破产 可以说是一张非常适合做激化下注的盒牌 于是我在盒牌下注1000集化 我们的范围 大芒则是在思考了很久之后选择跟注 在大芒跟注之后 我们是秀出了我们的葫芦之后 是顺利的收下了这个 在今天这场排局装中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底池 第五把 我在CO骑手AK草花同色 不过这把牌 现在我在剪辑的时候 发现后面的画面 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没了 那我就在这边口述一下给大家吧 翻牌前Hijack开始80 我随bet到280 Hijack跟注单挑 翻牌是来了勾四七两个草花 我在持续下注200之后 被Hijack过牌加注到了600 那我自然是先选择跟注 然后转牌是一张黑桃圈 让我们多了一个卡10的顺子听牌 Hijack继续下注1200 这是一个比较重的下注了 这边也顺带提一下 就是Hijack玩家呢 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线性 诚实的玩家 我和他之前也是有比较多的交手历史的 他下注1200之后 后手还有差不多3000左右 就是一个已经套持的情况了 我们显然是没有什么加注全压回去的可能 并且由于我们手牌的胜率 加上可以承受的这个底池赔率呢 这个底池赔率呢 也是我们可以承受的 我也是只能选择跟注 最后合牌是一张极度空白的方便2 Hijack马上推出了他剩下的3000 我们也是毫无办法 只能选择弃牌 第六把Hijack开持100 我3bet到320 大芒冷跟320 Hijack也跟三人底持 翻牌是9勾3两个草花 我持续下注300 大芒气牌 Hijack跟注单挑看转牌 然后转牌是一张黑条6 我呢继续给Hijack施压 继续下注了1200 最后呢Hijack是选择了气牌 算是稍微回了一点 刚才那把AK的损失 今天的最后一把牌 也是那天那场牌局的最后一把牌 翻牌前 我用88开持120CO跟注之后 Stradle是全压了他剩下的610 因为那也是那天晚上牌局的最后一把牌了 于是呢我们也就很随意的说 那就610一起跑马了 最后是Stradle的10圈 在转牌击中了一张圈之后 独自赢下了最后的这个底池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后的跑马吧 其实本来就应该先不修 那我可以先修 我先修 你可以不修 那有二十六点 你博也博也博也 两张都给我博也 你新博也在 我90过来 90过来 有啊 不好意思我到了啊 那麦子 那该你博了 我做一发吧 我发了啊 好的今天这场牌局呢 也是在最后的欢乐声中结束了 这场牌局 我最后是买入了2000 卖出了3600 是水上了1600 那同样还是提醒一下 喜欢我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击一下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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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